我希望每位同學都可以用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搭乘留學跟留學的夢想 那所以我自己在面談的時候 我也要求我自己 那我甚至也會提醒我同事 就是跟同學在諮詢的時候 可以拉長跟他們相處的時間 那真正了解同學真正的需求 並且我們就是可以站在同學的立場 給他一些留學或遊學真正的一個分析跟建議 像我從來都不會告訴同學說 哪裡多好多好你一定要去 但是我會分析告訴他說 這個地方的優缺點 你選擇的方式優缺點 我一定會都讓他知道 在同學來諮詢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給他不切實際的想法 而是給他很理性的建議 那最主要目的是希望他出國之後 可以不是說即興要精神感激 可是他至少會想說 這個QD當初有告訴我 原來他說是真的 讓他覺得說我不是站在一個 商人或是代辦很... 私人代辦的立場 而是一個很公正公開 很理性的一個建議 那甚至媽媽也跟我說 如果我有空下去南部的話 他們可以到我去喝下午茶 去坐聯啊 我覺得他們把我幫助鄰居的小孩一樣 那我很開心他們 把我幫助自己的 好酷喔 最特別的Case是 其實同學他已經在國外有待過一陣子了 可是因為 這麼說他待的國家跟城市 其實不是說可能是華爾人比較多的地方 對他英文其實並沒有 非常的進步 那他當初媽媽 是媽媽先把媽媽給我說 他想要找我代辦 那原因其實有兩個 一個是他之前找一個很有名的代辦 卻沒有幫他完成他的代辦手續 那第二個是他的 他們家妹妹還沒有辦法 英文沒有辦法達到很好的一個程度 所以其實並沒有辦法增添到 立獎的學校 那過了大概半個月 我終於見到妹妹本人 那也了解過 我跟他們談過了非常多次之後 真的知道他的需求 那我給他最好的建議 可是就在資料送去的時候發現 妹妹的英文真的沒有辦法達到 那其實那時候 當然媽媽跟妹妹他們當中 也有點衝突 那我覺得我除了進我原本代辦的責任之外 我親自的跟妹妹還有媽媽去面對面 再跟他們談過一次 那不是針對留學代辦的過程 而且針對說 媽媽應該要對小朋友的提望是什麼 那妹妹應該要聊 因為其實他們很少住在一起 因為妹妹小時候在國外 媽媽也一直忙於工作 那經過我跟他們的溝通跟相處 那我覺得 妹妹有所成長 她忽然 她經過我的溝通之外之後 她覺得 然後她只要覺得說 她小時候到長大都沒有爸媽的疼愛 所以就好像很 自己很落幕 那她覺得說她做什麼不對的 那可是後來經過 整個房間之後 她決定好 她給她自己兩個月時間 她去美國的語言學校 好好讀兩個月的英文 然後 考上初博 然後正式進入大學 那我 我給她的學校的選擇 並不是非常有名的學校 可是是很專業的語言機構 那這兩個月之間 我也常常透過電話 跟MSN 鼓勵她 一定要常常講英文 那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外國人 因為未來我是教英文 在全英文學習 那其實她兩個月就達到了 脫幅61分以上的幾個 所以後來媽媽也很開心說 我們家的妹妹終於有所成這樣 但是 我在這個代表裡面 雖然 老實說這個代表妹妹沒有說很多 可是我 因為這樣跟妹妹 還有爸爸 媽媽 甚至爸爸 還有她的弟弟 都成為了好朋友 那現在也都一直在保持聯絡 那我們覺得這個 是一個很特別的 謝謝